你看这个 我们调一下 我看你这个,你看 应该是可以的,他说你授权就可以 现在已经有了 这样 你这个可以了,你看到里面上面有没有 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嘛 对啊,每次都可以利用好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让有些人去看了对吧 你可以放在你的群里面或者是YouTube里面 我们今天主要是谈谈巴菲特投资 这个捐体,因为这个投资这个股神嘛,就是巴菲特对吧 这个是没得说的 当然他现在不是首富了 现在首富是Elon Musk 对 现在 Mask Mask 一年 非要的就上来了啊 对 原先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认为因为 巴菲特一年的投资 回报在 20%左右 24% 以前的时候 20多 对 后来呢 他 因为从现在来看来 他现在的回报已经变 好像没有超过这个 500强了 SP500 对 他这十几年的 这个performance 不是太好 一直没上去的吧 对 不过有一点好呢 就是说巴菲特这个价值投资呢 在 今年这个疫情呢 所谓的这个 现金流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 就 不太零了 但是呢 因为你对巴菲特这个是非常有研究的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就来聊聊 因为我 从我的观点看来 第一啊 巴菲特他觉得是 他有大量的现金取成的reserve capital 对吧 对 第二呢 他这次呢 比较 呃 成功的地方就是 投资了这个苹果 这个Apple 对吧 嗯 然后他对着他的价值投资呢 这次不是太零 所以 请你 请你这个 从你的研究来谈谈这个 这个 这个 价值投资 就是巴菲特是代表了 对吧 价值投资 那么巴菲特呢 那么他 呃 他最推厂的那么哥伦海姆的那些那些投资理论是吧 当然了他对他进行了一些升华 那么核心的问题 巴菲特 呃实际上来讲的这个 他的几十年来的这种投资经历呢 那么除了他的业绩好以外 最主要的他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 呃 叫 never lose money 对吧 从来不配钱 那么第二个呢是 don't forget number one 对吧 这是 也就说呢不要不要忘记第一条 啊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不要修备乌龟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不要忘记这个第一条 对 那么这个 这是他的一些基本原则 实际上巴菲特之所以伟大 不在于他每年的平均值啊 就是每年挣的多少 对吧 你这个每年你比如说挣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五十 甚至每年挣百分之二十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他是呃真正的实行 实行到了这种never lose money的对吧 对 这个几十年下来那么在这种熊市当中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呃至少我没 至少我我知道是只有巴菲特一个人对吧 他做到了就是never lose money 即使是在熊市当中他也是没有没有没有赔钱的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他怎么样能做到长寿 不断命对吧 对他因为很多人很多人他挣钱可以可能挣十几年 对吧 等十几年呢 那么他这个他这个十几年呃有可能在几天甚至一天之内 那么就把所有的钱都赔掉了 这是这是这个巴菲特和所有人的最大的区别 那么巴菲特确实是在律行的一种价值投资的这种理念 这种态度 那么像其他的人我记得呃 我有一个叫傅伟明的 他挣了有1亿4千万块钱 大概在10天做期货就全都赔光了 然后呢就跳楼了 对吧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杰西迪维莫是是这个是这个股票坐手回忆录的这个呃 呃大家那么那么他也是40岁在宾馆里自杀的医生当中破产过好多次 这个之所以谈这些呢是因为呃巴菲特能做到的就是说他真正的就是说never lose money never lose money 就是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是价值投资当然价值投资的价值投资的价值投资这个概念非常的呃呃他非常当然你刚刚谈到了他非常不懂现金流是吧 那么价值投资呢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呃价值价格和和这个呃和这个呃和这个呃和人三个因素对吧 那么价值价值价值那么在一个对一个企业的判断 因为当大家进入股市的时候呢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做生意要转变一个观念而不是把股市呢当成一个赌场 这个当你进入股市买入一只股票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说你已经是这个公司的owner的一部分对吧 你是这个公司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那么对这个公司的了解对吧 那么价值呢呃一般商品的价值大家都比较容易了解对吧 比如说石油的价值黄金的价值他这个也有打货的不动 但是他的价值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解的 但是对企业的价值来讲呢这个这个这个就是相当的相当的一个一个功夫了 那么要判断一个企业的未来十年二十年他的寿命究竟有多长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像RMBM这种公司呢他的寿命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对吧我们中国的企业呢他的寿命从来就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超过四十年的 因为改革开放对吧那么以来这些公司才成立的 这个呃那么他这些这些公司在在这个股市上绝大部分的公司呢会消失的 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寿命他们的寿命平均寿命呢大概在十五年左右 那么十五年呃平均寿命十五年呢那么如果说你平均的买买的企业 对这些企业不太了解那么也就是说你躺在床上到十六年的时候呢你的你的这个资金就没了 因为他平均寿命十五年嘛对吧那么像巴菲特他的那些投资策略呢价值投资呢 那么就是说便宜的时候买好公司对吧那么克雷海姆原先的那些投资理念呢他就有两个核心的问题 这种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说margin of safety就是说一个一个一个安全的边界在哪里 这个安全的边界呢实际上来讲是企业的价值啊那么价格减去价格 那么如果价格足够低价值足够高那么这就是一个价值投资对吧 当然他指的这个价值呢是出是一种啊这种纯现金流或者net cash forward 的这种东西 那么如果说这个他拥有的这个纯就是这种这种现金那么减去负债以后的 那么他的现金如果说是能够的是他股价的三分之二以下 那么他就原先就可以称之为一种价值投资了对吧 那么当然了这这种理念呢也是巴菲特早期的时候一种基本的理念 因为他他到现在为之他认为格雷海姆写的这个写的这个 这本书呢还是最好的价格投资的书是吧 那么后来呢他的理念当理念方面呢又有了很多的改进 对吧很多的改进 那么原先的他的投资呢就是这种投资方式方法呢 他把它叫做研头理念别人抽差不多了 还有的研头还有的价值 然后他把它捡起来 那么这个这种方式方法 那么后来他就改变了 那么有一个有一个人呢叫菲夏的这个曾经写过写过一本书是关于这个 叫叫这个那本书是我受团围在这 那么写的呢主要是如何去判断一个优秀的公司 那么他有一整套的framework策略呢去判断一个伟大的公司 这个这个把费他从他身上呢那么学到了一个如何去找一个伟大公司的这种这种理念 那么不仅仅是找一个研头对吧 找一个研头是整个生意的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他的他这种理念呢 那么就贯彻到他后来的一些投资投资方式方法上 对吧他买可口可热买这个dia coin 包括买后来当然这几年他开始有一点投资这种科技股的味道 包括买这个apple对吧 包括买这个master card 这个还有还有Costco对吧 那么他包括他买的这些东西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他就是产生很多的现金流对吧 这个产生现金流 那么他每天每天呢 这个每天只要你躺在床上 那这些这些这些公司呢 就源源不断的给他输送现金对吧 在赚钱 对 源源不断的给他赚钱 那么他找到伟大的公司以后呢 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那么就是第一价格低的时候买 这是很关键的一块 那么价格什么时候是最低的时候呢 那么一定是熊市底部的时候 人们产生恐惧的时候 对就是熊市底部嘛 那么你就会发现了 那么一般来讲这个 在牛市的末端 巴菲特就会卖出股票 那么在这个熊市的底部 他就会买进股票 买进股票 当然了他有的股票 他是永远不卖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巴菲特就买股票不卖的 但是卖股票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他也不是完全不卖 因为巴菲特他能够从他创立到现在 有一万倍的这种增值的话呢 那么如果他不卖 他是不可能有这些增值的 因为既是最伟大的公司 像这种苹果公司这种 也仅仅是上千倍的一种增值 对吧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肯定是说在熊市底部 他持有大量的现金 那么在牛市的顶部呢 那么他就会 他是在熊市的底部 把现金换成股票 然后在牛市的顶部 把股票换成现金 所以你知道 2009年的3月份 是整个全世界熊市的底部 对吧 全世界的这轮成长 都是从2009年的3月份开始的 对 那么那个时候呢 巴菲特是手头有400亿的现金 对吧 400亿现金 这个当时的高盛呢 那么也得找他去借钱 包括那个贝佐斯呢 想当年给他借钱 他也没借给他 那个公司就破产了 对吧 那么他当时有大量的现金 他可以借给高盛啊 借给 甚至那个时候他 巴菲特说 当别人最恐惧的时候 你要买入股票 对吧 那个时候他就在谈这些事情 所以 所以他那 那就便宜的 价值就来了 最便宜的时候嘛 对吧 最便宜的时候 那么他就买入这些股票 然后呢 就是到 到今年 巴菲特 除了是苹果 Costco 这个 像Diacoin 还有像很多大公司的这些 这些公司呢 那么他是大股东以外呢 那么他手头含有 1400多亿美元的这种现金 也就是说在这10年下来 他除了成了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以外 顺手还挣了1400多亿美元 顺手这么有这么多的美元 这个加上这么多公司的大股东 这就是他 这 从2009年 这是他稳住钓鱼台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是 他是真正的 这个 实现了 就实行了自己的理念 就是never rose money 他现在这个现金 就比他原先2009年那个时候 所有的资产有多的多的多 对吧 那么他从来就不会赔钱的 不会 不会说缺钱 对 这是他的一些 大多数人呢 都是在这个市场 最坏的时候 没钱了 在市场最好的时候呢 有钱 就在那里这个风险就比较大 但我们现在大家就是 你也讲到了这个 我们要根据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来讲的吧 两个月前的时候 我们两个一开始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就讲了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市场呢 就是已经涨到这个大了 现在竟在重新高 但是呢他这个动力啊 不是那么强了 对吧 那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这个 加上比方说 在前一段时间 巴菲特也提到了这个 买那个指数的问题 对吧 就是买那个 像SP ETF 这是大的这个指数 不是说那个ETF 就是不是普通的了 就是道经指数啊 SP 500 TASDAQ 因为在最近10年 大概就像你讲的话 就巴菲特也没有 这么超过这个指数的回报 对吧 对 所以呢 他就是鼓励大家呢 都投指数 这是一个方面 因为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 现在市场呢 已经到了 对吧 从去年到今年 涨得 因为这个 涨得特别的这个去期 特别的高 很多这个老革命 对吧 因为他不是巴菲特这种方式 非常有捐业 非常有经验的 最后呢 就是被什么油啊 齐全啊 齐货啊 做空啊 被淘汰了 对吧 因为这个就是巴菲特 为什么不做这些东西呢 他就是说 他不会被淘汰 他是强受的 对吧 他是庄稼的位置 所以他他永远是 就是他现在因为他老是有现金 有现金流吧 所以他的寿命是 是永远的 是吧 其实巴菲特他每天的 每天的现金流 每天收进来的现金流 就两个多亿美元 所以他完全 我一个多亿是两个多亿 这个这个我 一天就两个亿 一天一两个亿的每天的现金 现金流 这个 那么 也就是说呢 他 他你比如说像可口可乐 只要你喝一杯可乐 那中间就有他的 多少的 他就有提成 他就是大猫 反正是 你肯定是给他赚钱了 对对对 那么 所以他就是 可口可乐 对吧 只要一开门 那么 你就 你拿到现金去的时候 那就是由他的 知道 然后呢 像这个 这些巴菲特做的这些生意呢 都是现金流很强的 那么 因为他买的价格低嘛 价值和价格 对吧 也就是说你 你 同样的 理论上来讲呢 一个公司的价值 是他未来现金流的一种贴线 从金融学的角度出发 对对对 那么这种贴线呢 那么 如果说你比如说 你这个 贴线率 一年有5% 如果你买的价格比较低 那你一年有可能有10%的这种收入 对吧 你比如说你买的是别人的价格的一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这种比银行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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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呢 就要高的多了 对吧 所以呢 他是一种靠这种 他是真正的靠一种 现金流 加 这种 应该说 把贴他不是不卖的 他有很多公司都卖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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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掉的 你包括航空公司 他也有看楼眼的时候 航空公司啊 什么这些石油公司啊 对吧 他买的时候100多块 后来跌到最低的时候 到9块钱 对吧 然后他也有看楼眼的时候 对 这个但是总的来讲呢 他 他有他的一种 一种他的框架 那么来 来保证他的整个的投资组合 对吧 那么能够长期的 能够稳定的 能够战胜市场 对 这是他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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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巴菲特的一些投资策 当然了 现在呢 那么巴菲特你今天 把他做为一个 这 巴菲特是真正的一个 我们把他叫做一个企业家 加金融家 那么 他是叫金融企业家 对 金融企业家 因为他是 他是 因为他懂金融 所以他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 对 因为他懂企业 所以他可以把投资做得很好 对 那么这是 这是金融企业家呢 就是说 既是金融家 又是一个企业家 那么既会做成法 也会做加法 对吧 做企业是做加法的 做这个金融是做成法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么他这个 他这个 那就厉害了 有的金融企业家是从金融转到金融企业家的 有的金融企业家呢 是从企业家转到金融企业 可以这么说 比尔盖范本身就是一个金融企业家 我们知道比尔盖范是做做微软出身的对吧 那么但是后来比尔盖范主要以投资为主 很多高科技的最后做大的时候都变金融企业家了 因为他钱多了以后他们也都在投资了 他必须投资 所以我们今天因为那上市前两天的时候 因为这两年我跟你接触的时候 我就发现你啊 发现一个就是说 投资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金融企业家 对不对 金融企业家是吸车资源的 他又懂金融 又懂金融那是很艰难的 所以你看啊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地方呢 现在作为普通的投资有两种办法 一种呢就是投资巴菲特 巴菲特的股票你是可以投资的 就是说跟着这个巴菲特股神主 肯定不会有错 对吧 不会死 就是不会被淘汰 第二个呢 就是巴菲特讲了 你要投资这个指数 你也不会被淘汰 对吧 就是这样 这个巴菲特告诉普通投资人 你要投资这个SP 这种指数 是不是 他这个是这样 就是你就说最初投资 实际上巴菲特的投资 他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他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投资人 那么在60年代 我有具体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他第一阶段的挣了钱以后呢 他就把把这个第一阶段呢 那么他就他感觉到市场比较高了 那么他就把这个投资人 所有的钱全都还给投资人 那么投资人都赚钱了 那么第二次第二次这个也是 应该是60年代 那么他重新开始第二阶段的投资生涯的时候呢 那么到现在为止 50来年吧 那么大概上万倍的 上万倍的增值了 对吧 第二阶段投资巴菲特的那些人呢 那么一万块钱现在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1亿平 对吧 我在2005年的时候 写这篇文章 叫巴菲特的浆强 然后呢我就参加了中国这个 巴菲特里面实践的这个 这个论坛 其中有一个人叫新运的 他是香港人 你知道他投资什么呢 他所有的投资就是投资8分错 他就这么简单 你不用愁了 就像一个企业一样 金融家的他的这种收入 比企业要大得多的 这个长期来讲 那么一般的企业 它的利润率 举个例子 像每年增值超过20分之20的这种企业 10年之内大概有3%的这种比例 那么这个超过15年的 几乎就很少见了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 一个企业到15年上的时候 那么它不会是永远增长的 极少数的可能不到1%的这种公司 你包括这个包括苹果这种公司 它也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从苹果开始成立 那么到2004年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它是2004年 这个乔布斯回去以后 那么到现在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那么它像这种特牛的公司呢 有可能达到20%左右 但是绝大部分是没有说是一个 那个是1%的公司 假不想说 能够达到20%到50%对吧 但是巴菲特是50多年平均下来 每年都增值20% 所以它是股神 所以这1万块钱就到了1个亿了 所以做投资人来讲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第一就是选对金融企业家 对吧 第二呢 选天才式的农物 对不对 当然了 至于职业 就像那个你刚才讲的价值投资 这是巴菲特的工作 怎么样去失货 对吧 挑个好的生意 有价值的 又能够有 20年有发展残土的 不会死掉的 现金流丰富的 对吧 这是它的工作 是不是 它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这些 这些买一个公司 把它守在这里 巴菲特一般买这个公司的时候 它基本上在讲 它要有控制权的 它要参与的 它要有控制权 它能够选择这些企业家 能够帮 因为它作为一个 做金融家来讲 你得有钱 那么有钱呢 那么你 它为什么要三个因素 价格价值和人呢 那么这个人呢 它得有很 这个integrity 就是说 必须非常正直啊 它的品质各个方面都相当好 而且呢 那巴菲特呢 那么能够和它能够谈得聋 能够 对对对对 它能够呢 它能够举动的接触到道的 对吧 那些它也是 它不是被动的 就是被动的 就是被动听人家的 对不对 它可能在董事会 用金融的手段 帮助这个企业成长 对对对对 因为它有的是钱 你比如说 如果你有好一个好的盈利模式 你可以franchise 对吧 那么有这种 就是这种连锁的能力 它就可以用它的钱 不断的 让你发展很快嘛 那么今年 你这个模式 如果是盈利模式 很固定的 你比如说 你现在有十个店 那么我可以给你开到100个店 用一两年的时间 这个收入马上就上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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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买入股票 持有的这种方式 对 它本身是在促进这个企业 怎么发展壮大它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愿 它是跟企业提供 这个思维方式和资金的 这个充足的资金去发展 对吧 对 它不会 它不单说自己不缺钱 它要使这个 要企业需要钱的企业 有足够的钱 去发展它的生意 对吧 对 这是它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金融家 你不能仅仅是我买股票 然后持有 那个一个金融企业家 你得必须帮助这些企业成功 你知道吧 对 才能帮助这个企业 成功壮大 对吧 对对对 能够为自己 而且你还得在建商 按这个巴菲特的说法 你得给建商货城河 别让它 也就是说 它永远不会失败 你就不会失败 对吧 对对对 这是很关键 就是你金融企业家 就是帮助企业家 不失败就是成功 对吧 不断的发展壮大 对不对 那是 那我们看今天 就是谈了这么多 因为时间太多了 大家都看到皮老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个话题太多了 这个 你要搞巴菲特这件事情 讲不完的 关于价值投资 可能就要讲几节 可能就太短了 现在关键问题是 这个听众和观众 要看看我们两个 对这个巴菲特的理论 这个认识怎么样 这些价值投资 是永恒的 我实际就是说 就是 比尔戴斯曾经 有句话 就是说 巴菲特是全世界 最有耐心的人之一 他能够等上几年 那么在底部的时候 买进 这是所有的 这是难能口贵 不具备的一种能力 就是他这种耐心 你比如说 现在才1400多亿美元 他就可以在这手上 对吧 他就在这手上 他没有客买 他就不买 就是了 对对对 这个 那我们今天就 那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OK再见 再见 再见